哈囉大家好我是韋哥 上一次錄網狐狸錢包是如何被盜這集之後呢 發現蠻多網友還是有疑問的 那今天就推出續集並且整理了常見問題再跟大家做分享 夢想問的問題是說怎麼樣判斷跟網站的互動 這個授權到底會不會讓我們的錢被轉走呢 那婷姐是問說只要進去網站就會被盜嗎 隨便聊聊則是曾經授權給不明的合約讓錢被轉走 那後續這個錢包還安全嗎 前面三個問題的話我們以這張流程圖就可以簡單說明 一開始要登入狐狸錢包的時候呢 他通常會要求你輸入密碼 那這個動作叫解鎖 狐狸錢包還要再設定一個解鎖密碼的目的是在於 確認這個是你本人正在使用這個錢包或是瀏覽器 因為如果說你沒有設定一個基本的密碼的話 別人來使用你的電腦的時候 他就可以任意的來轉帳或是使用 所以其實這個密碼並不是很重要 你可以設定短一點點的 這個目的只是在於辨識 所以這個密碼就算是流出去了 也不會導致你的錢包被盜 登錄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會去訪問網站嘛 那訪問網站的時候呢 一開始的話 狐狸錢包他會確認一下你現在的主網類型 如果說主網類型正確的話 他就會直接要求你要不要登錄 那如果說主網類型不正確的時候呢 他還要再多一個要切換主網的一個功能 那這邊我們以實例來看一下 一開始登錄之後呢 錢包通常都是預設登錄以太坊的主網路 那我們以在必案列上的Pancake說的來當作例子 當你要登錄的時候呢 右上角有一個與錢包連線 那選擇metamask之後呢 假設說這個錢包裡面有兩個帳戶 他就會問你說要跟哪一個帳戶做連結 那你就做勾選的動作 選擇好要登錄網站的帳戶之後呢 這邊就會跳出提示說 你確定要讓這個網站擁有拜訪你錢包位置的權限嗎 那這邊按連線的話 就是說你確定要讓他登錄了 那接下來就是剛剛提到的 這個如果說有不同的主網的話 他這邊就會多一個動作說 你要讓網站切換到目前的主網嗎 這邊的話你就選擇switch 這樣我們就完成登錄並且順利切換到BSC主網上面了 那以上這些動作其實都不會被盜 他只是要求你的錢包的基本資訊 比如說你的錢包位置來辨識說你到底是誰 所以這時候的網站他並不會有任何權限來取得你錢包的資金 那接下來就是重點 當我們錢包順利的切換出網路並且登錄到網站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授權合約可以調用我們的資金 那會被盜的步驟通常就是在這個步驟 當你要使用去中心化交易所所有的功能的時候 你必須要把錢丟進去交易所裡面嘛 那他們其實一開始的話是沒有任何權限來動用你的錢的 你一定要透過啟用 就是說我們把我們的權限授權給這個智能合約 讓他可以調度我們的錢 所以在每一個你沒有操作過的幣種的時候 他通常都會有一個啟用的這個步驟 那你點下去之後呢 這邊就會跳出提示的視窗 那這個視窗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他的來源是誰 第二個他要使用你哪一部分的資金 那我們來看一下以Pancake Store的例子來看 他主要是來源來自Pancake Store的網站 第二個他要動用的話是你Cake的這個資金 那我們來繼續往下看 我們進入Add a Permission之後呢 他的內容大概就是說 Pancake Store的網站可以動用你沒有上限的Cake幣 意思就是說他可以動用你所有的Cake幣 那為什麼他們會這樣設定呢 因為一般交易所為了方便 他只要一旦取得你可以動用你所有資金的權限之後呢 他就不用每一次都要進行其用 就是Approve這個動作 那相對就是可以幫你省下手續費 授權完畢之後呢 這邊就會出現質額了 那很多新手就會問說 為什麼我操作都要進行兩次的確認 其實不是進行兩次的確認 第一次的話其實是給予合約他可以動用你資金的權限 就是你授權給他 第二次的話才是真正的將你的錢存進去 所以一般的話我們在DeFi上面的話 通常如果你是全新的使用者 你通常都要進行兩次的確認 第一次就是Approve 就是授權合約可以掉入你的資金 第二次的話就是使用DeFi功能時候的確認 像Swift、Stake、FundMeeting都是這樣子的功能 所以並不是進行兩次的確認 而是進行授權之後才進行功能的動作 大家都會疑問說到底什麼時候錢會被騙走或是被轉走 那其實這問題就要看網站本身 他到底是正統的網站 還是被詐騙的網站 一般正常的合約通常取得你的權限之後呢 大部分都是睡著的 都要等到你來叫醒他要調動資金的時候 他才會醒過來來幫你調動資金 那一般的詐騙的網站或是合約呢 他通常都會設定說 當你一旦授權給他的時候呢 他就直接把你的資金全部轉入到特定的帳戶 那我們以詐騙教科書Zipi.io來當作我們的範本 Zipi這類的詐騙的空投項目他的手法都蠻一致的 一開始他會空投大量的代幣到每個玩家的錢包裡面 有些玩家他打開他的錢包呢 一看發現 他的錢包多了一大筆代幣 然後這筆代幣 帳面上顯示的金額還超過10萬美金 這筆不知名的代幣沒有辦法在一般的交易所賣出 可是呢 這個代幣後面有備註說你可以到某一個特定網址去兌換 把這個幣換成Bnb 那我們就到他的網頁來看一看他到底是在搞什麼鬼 一開始進來呢 他還跟你說 喔我們這個不是詐騙喔 喔你可以放心在這邊使用喔 那我們現在來做個情境模擬 假設說你是領到了10萬ZP美金 這邊是有點詭異喔 他是連結到ZPAPP.com 所以其實他這邊是釣魚 他讓你以為 你會誤以為這個是Pancake的一個交易的畫面 其實呢他是把你誘導到他自己的合約裡面去 當你不小心的時候呢 忽略了這個畫面 你就直接按到下一步之後呢 登錄之後其實你並不是登錄到Pancake的網站 而是登錄到他的釣魚網站去了 順利登錄之後呢 這邊就會提示你要趕快的授權 那授權這個按鈕一下按下去之後 右上角的狐狸視窗提示跳出來 當你按確認之後呢 你的錢也會跟著一起被捲走了 這就是一個典型的照片的釣魚手法 那最後幫大家做一個整理喔 狐狸錢包在登錄解鎖的時候不會被到 再連線到網站的時候也不會被到 只有在授權給網站或是合約有權限動你的資金的時候呢 這時候你的錢包才會被到 而且呢當你授權之後呢 你這個錢包的資金再也不安全了 所以還是建議重新創一個錢包 那請你把握幾個原則 一個錢包呢 盡量就只要維持一個帳戶就好 不要再開第二個帳戶 如果要領一些免費空投的話 還是會建議你重新再開個錢包 不要一個錢包裡面有兩個帳戶 因為這後面會有一些管理上的問題 而且你到時候如果說錢包有問題的話 你也忘記或是無法決定 到底是帳戶壹還是帳戶的產生問題 無禮錢包是進入Define世界的主要工具 所以還是希望大家可以弄懂之後再真正進來玩 不然很多時候一個操作不小心 就損失了好幾千塊好幾萬塊 這也不是樂見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啦 希望對大家的幫助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